这个毛血味可以说得上是川菜里面非常非常出名的一道菜啊 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个毛血味不一样的做法 毛血味本来就是一道江湖菜 所以拿来成菜不注意给可以随便改 平时我们吃的一般都是麻辣味的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味形 准备一点牛肉把它切成薄片 毛肚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火腿肠把它切成片 再来准备一点小青椒用刀把拉炸碎 再来上一点姜蒜末 干的青花椒140路扣 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做好 休息20分钟 我看着冬瓜片你们随便活动 好玩好玩 这个比冬瓜片还好玩 锅里水开 下入豆尿焯一下水 豆尿焯熟后把它露出来 直接放入盘中垫底 水里面加入一瓢锅的盐巴 下入血污也过一下水 主要是去除血污的异味 我这个是猪血哈 最好是用鸭血吃起来更嫩更好吃 炒开锅后关火先把它露出来避孕 另起锅下入少许的油 然后下入准备好的小料 先用小火把它们的香味全部炒出来 炒香后加入一点青椒火锅底料 这个青椒火锅底料 过大超市均有出售 如果没有买到也可以不放 然后加入水 烧开后调味盐巴 白糖 胡椒粉 滚干酸辣 下入血味 还有这个牛肉我用淀粉抓了一下 毛肚 烧开过后下入火腿糖 淋上一点花椒油 关火出锅装盘几口 舀在姜材垫底这个豆尿上 再给它撒上一点蒜末 鲜花椒 没有鲜花椒的就不放 或者用干花椒 淋上一点七成油温的热油 把香味寄出来 最后撒上性感的冲发 美味寄成 非常好吃的 青椒毛血味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 鲜椒鲜麻味道非常的浓郁 和我们传统的麻辣味是有区别的 喜欢的点赞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解散 就吃这个菜啊 先吃点肉 麻味还是比较浓郁的 基本上吃起来还是这个麻味居多 基本上没有辣味 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的话 可以放一点那个青的小米辣进去 就是绿色的小米辣 这样子就有辣味了 但是味道还是非常的不错 我觉得 这道菜也和红汤的一样的 想吃什么配菜 就可以煮什么配菜在里面 我还觉得这个牛肉最好吃 什么都不想说 洗碗 喝个水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再备看看 切割 放在这里 それで 再复杂